我是大陸下来这边的新一名 我当时呢,为什么会嫁来这边 就是在响应国家政策 就跑到那个深圳去打工 就跟我两个妹妹 一个表妹,一个妹妹 就偷偷地来一下 不让爸妈知道 然后到了那边就 也是很认真啊 很认真的在找工作 自己也去学电脑 学开车 然后呢,就有一个机会 有一个机会就是那个台商厂 有三千多个人的台商厂 叫那个 然后再招工,再应聘 然后我们就去报名 就去再喊当今好几百个人 那我们三姐们就想要怎么 引起注意 然后得到主管的认同 当时因为高中毕业并不多 那时候并不是很多 1993年,92年的时候并不是很多 然后我们就有高中毕业嘛 然后跟我两个妹妹就 我们穿得比较靓丽一点 然后比较很有气质 然后就然后又认识当时的一个那个门卫办长 就把我们的履育先那个这样子放在比较比较好的位置 然后我们就三个,当时三个呢 然后我就只录取一个几百个人哦 只录取一个,然后我就被录取了 就很开心就当了那个总务主管 三千多个人的台商的那个一个厂商的主管 然后做到一两年以后呢 那先生就从 我先生那个时候呢 就从台湾那个退伍 退伍就跟他的一个朋友合伙 合伙呢就来到这个鞋厂说 要做这个鞋厂的那个外包的一个厂 然后我们的老板是一个女生哦 她可能是跟我先生有亲戚关系 就有意戳合嘛 然后就说怎样怎样 就叫我去帮她这个新厂,新厂做一些外务 然后就这样子帮 然后就在她的出口之下就跟先生认识 然后没多久,可能一年后呢 我就跟她再重新那个厂 就新那个厂 那个外包协财外协财厂 就开始在那边工作 然后管理 哎,管理以后结婚95年 95年跟先生结婚 1995年结婚以后呢 然后小孩子在那边都还不错 都很好 但是到了小孩子是要就学年龄 然后那个公公婆婆也年纪大了 先生说哎,那就回台湾 接受台湾的教育 哎,我也那个时候在陆陆续续也有来过台湾几次 就感觉台湾的老师真的蛮棒的 还不错 然后就会说好吧,那就来 来了以后 但是,但是一 从那个下飞机啊 那个时候从下飞机到布袋 这个,这一段路就让我真的 怎么台湾是这个样子 在大陆受的教育是怎样的呢 就是台湾是宝岛、福尔摩沙、遍地、黄金 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不知道台湾原来布袋是这么的 怎么讲 黑漆漆一片 你知道吗? 我们从台北开车到 到了布袋已经非常晚了 很晚 然后到了的时候 先生呢就坐在车里面 他不下车 我以为在中途休息 他说,然后坐了十几分钟 他跟我讲,哎,到了 啊,我说到了 怎么这么黑,没有灯 不,这是没有灯 然后我说,到了 你为什么不下灯 他说,不好意思啊 我没有跟你讲 家里就是这个样子 那,他说没关系 然后我们就下车 那一下车呢 哦,那个房子啊 那个是那种 非常古老的 可能又几十年的那种 两层楼的 两层楼的那个房子 然后呢,一个非常小的 那个木座的那个楼梯 好像你踏上去 还会断的那种感觉 就跑上去 结果整个房间是怎样呢 整个房间可以看到星星 就是都是 嗯,怎么讲 就是 那个整个房间就是一个蚊帐 整个一个很大红的蚊帐 把它把它挂起来 里面有电视啊 里面有尿盆啊 里面有那个红枕头 那婆婆她很用心 全部都是红的 连电视上面也摆一个红色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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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桌机还是什么摆在上面 所以如果是红的 感觉到很用心 但是感觉 嘿,台湾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就非常感到 哎,不能相信 然后先生说 哎,那要不然我们就不要住 就走 我说不行 人家那么用心 我们一定要住下去 啊结果我们就住了一个晚上 住了一个晚上 然后 然后说 然后我就说 哎,这这不能住 不行不行 然后 然后儿子可能还要一年多才会就学 那我说 那我们就不要在这里 我们说不要在这里回去 就回去 那第二天 我们就又去台北 然后就走了 那没过多久 没过多久 可能是半年时间 那公公就打电话过来 她说 万君房子做好了 孩子可以 有地方住了 可以过来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然后真的一看 然后过来一看 她又真的把 在那个自己的地上面 建了一个房子给我们 然后就在这边住下 很多人说 万君你能待在布袋两个月 我算服了你 她是一待 也待了快二十年了 真的近二十年了 所以 哎,从 还没有二十年 快了 也快了 就十多年了 也是真的是 嘿,为了小孩子啦 没有办法 我爸爸讲说 那个时候我自己的爸爸说 那你既然要生他们 你就要负责任 你嫁来这个家庭了 啊,你的公公婆婆不需要你 那我们就来了 那个过程真的很煎熬嘛 你知道吗 因为台商嘛 说实在话 我不很 我认同台湾的教育 但是我对台商 我不是非常的认同 嗯 怎么讲 可以拨嘛 好,可以拨就拨了 四个台商 在那边有十个女人 真的呢 知道吗 然后我来这边 我也是很挣扎 我一来这边 先生还年轻 我 我们坐的那个台干 宿舍 就是 就是今天带这个明天 或者说 有的比较安稳的那个台商 他就是带固定的啦 给你包起来 不安分的 他就是喜欢 今天就明天就换的啦 真的是这样 前期都是这样 92年 90年 那个90年的初期都是这样哦 他们很享受 因为钱很好用 那个时候台币有打 蛮好花的 他们赚可能就赚个七八万 十几万在那边 多好花 那个时候给那个员工的薪水 就是五六百七八百哦 他们就是赚个人命币 可能两万三万的 是不是很好花 对他们来讲 在外面租个房子 我们说给一个女生 一个一千两千 对他们 对女生来讲也是很好 而且有时候 那边毕竟人太多太多了 打工只能赚个五六百 如果 这个老板能给我一千块 让我很优渥的生活 让我何乐不为 所以太容易 车间满车间都是女工 知道吗 就是一条流水线 几百个 几百个 几百个女工 你知道吗 只要你看得上眼的 你选 所以很多台商 就是带朋友去那边 学老婆 流水线上 学老婆 很漂亮 稍微有几分制色的 给你当班长哦 然后当什么哦 然后稍微 只收纳为 自己的小三小四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来我就很挣扎 为了孩子 哦 要牺牲这么大吗 然后你看 他们要台商要回来 就是固定两个月到三个月 回来一个礼拜 回来台湾一个礼拜 那我要是过这种生活吗 当然很挣扎 那我老公就讲 看你啊 爸爸妈妈那么大了 公共朋友那么大了 只有我们这两个 然后孩子你也看到 教育还是台湾的 你如果把他放在台商学校 放在台商学校 我又不认为 恒狂 因为太宠爱了 太教官了 然后去那边那个密闭室的空间 我也不喜欢 然后虽然是说 你看那个台商学校回来考试 根本考不赢我们这边啊 考不赢啊 然后我也看过 我这样子 那我自己真的很挣扎 要来吗 然后就考虑来考虑去的 那公公又看到我们 当初第一次来 第二次来 没有房子的时候 他就很努力 很努力的 就是把自己全部的钱嘛 现金 都拿来做那个房子 他用的还 当时还不错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 啊你能不来吗 对啊 孩子又会 权衡来 那老公怎么讲 对啊 就跟他这样子讲 当时来到台湾的时候 打电话 你在哪里 卡拉OK 你在哪里 卡拉OK 一个礼拜 五天在卡拉OK 那其他两天 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就是这样了 那跟婆婆 又没有办法沟通 然后当时 我嫁来的时候很早期 没有几个姐妹 也没有几个朋友 你说你会打电话去跟自己的妈妈诉苦吗 不敢 不会让他担心 女儿都这样的 对不对 也不敢 你会打去家里的同学吗 哎同学 你家去宝岛 你去了天堂耶 不会 不会 也不会跟他们讲 他就自己忍着 你知道吗 哎 怎么讲 我真的在大陆不会哭的 很少流眼泪 到了台湾 不知道自己这样的爱哭 就是到了晚上枕头就是死啊 就跟婆婆 我真的就是匕首画脚 匕首画脚 要买什么菜 他要拿那个菜来给我看 哎 你要去买什么菜 要买怎样子 都根本就不了解 真的很难很难沟通 为什么那个闽南语那么的难 而且跟婆婆就是 就是用笔的啦 子兰用笔的 真的 那要买什么就要拿出来 你今天买这个 你去买 对 有没有 那个不了解她的意思 而被骂 骂 婆婆不会骂我 她从来没有骂过我 后来啊 怎样 就慢慢的吧 也不是说非常的刻意 就慢慢的去学校 然后我是学注音很困难 因为罗马拼音啊 跟那个台湾的注音差很大 然后小孩子要教吧 那自己就一定要学 那我自己就去请一个 也是自己的好朋友 是我儿子的那个正音老师 就请他来教我 然后这样子教 跟儿子一起学习 还不错 感觉 那住下来以后呢 那当然老师 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那小孩子也很 适应的不错 但是我自己呢 因为去语言在真的台湾的语言 非常非常的难懂 真的比广东话 比那个上海话还难学 很难学 然后我们就会 你知道乡下都是老人 都是一些老人 然后走出去根本看不到年轻人 那老人讲话我们又不懂 然后年轻人 然后一看到年轻人稍微说二三十岁 就很想跟他聊天讲话 一讲话 哦真的就 就没有办法 就很想哭 就这样子 哎以前还不知道自己这么爱哭 就这样 但是我就想说 哎我不能这样子 虽然带孩子 但是我也不能让以后 以后 嫁来的姐妹像我这样 语言又不通 又没有办法在这里 找一个聊天的地方 就自己就想跟姐妹 跟几个姐妹 那个时候还没有几个 就跟几个姐妹 也就就说 哎那成立一个成立一个协会 这样子 就在这样子酝酿当中 然后还这样子就过来 我就想说 哎自己要学习 姐妹也要一个环境 然后我们过年也没有办法 很多姐妹过年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像初啊 然后理所当然回娘家 我们也不行啊 有的姐妹真的是说 那离家那么远 各个方面的因素都有 也没有办法回家 然后我们就会说 然后在初二的时候 逢年过节的时候 有个地方可以去 就这样子 然后呢 就这样成立去申请 成立一个那个 新移民家里线 新移民关怀协会 嘿 那应该是说 语言给你最大的一个 学习给你最大的 我要的是 还有赵恩离开你 那谁叫你在大陆 看那么清楚 如果你在大陆 傻傻的 不要看那么清楚 你就要更快乐啊 对 我在大陆 随便说 如果不是结婚 不是生孩子 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天地 我自己也可以成就一番思念 知道吗 我自己可以 如果没有孩子 没有我没有结婚的话 我在那边 说不定我现在只有自己的工厂 太多姐妹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太多姐妹在那的时候 你只要努力 机会太多了 机会太多了 你只要努力 就有希望 那我们没办法生孩子啊 像我爸讲的 生啊你就负责 要不然你干嘛生啊 那你只要小时 你只要小时 它就能小时 我非常想 不想厉害了 感谢观看